桃園縣申請為直轄市 在十一月二十三號 內政部出審通過 預計明年底就會正式升格 成為第六都 家鄉在桃園復興鄉 巴林村的歐密偉浪說 原住民鄉本來就應該有自治權 由自己的族人來參與選舉 分配主導財政 才能擁有族群的主體性 否則以目前的已經升格為直轄市內的 原住民族行政區而言 有市議會和市府主導在地族人 對於部落失誤 反而沒有太多的決定權 對於多數重大案件 例如土地開發建設等等 以原住民人口比例而言 原鄉人數因為少 案件到現在都無法解決 只是不斷的被開發 當地居民表示部落族人根本就不清楚直轄市升格之後 對部落會有什麼影響 更不了解桃園縣申請直轄市 竟然在十一月二十三號內政部出審通過 應該要暫緩一下 應該是要讓我們部落人知道 這個六都對我們是有什麼好處 這個是一定要給他們說明白才對 你沒有跟我們部落人去溝通這個問題 就這樣要成立第六都的話 我們當然是持得非常疑惑的問題 桃園復興鄉長表示 根據二零一零年五都升格改制發展 新北市屋萊 臺中和平 高雄 納馬下 桃園茂林 五個原住民族地區 從鄉改制為五都中的疫區 原本的鄉公所改成區公所 鄉長鄉代表 等主導鄉內失誤與財政的職務消失 區長則是由市政府直接派任 不具地方民意基礎 認為區長區公所沒有實質的權利 就只是個執行的單位 完全受制於市政府市長 以往如果是鄉長民選的時候 雖然沒有完全資質 我們也是半資質 我們有自己的財政 還有人事的主權 都還在鄉長的手中 以後變成區公所 是變成我們現政府民政局的一個單位 等於跟這個民政局的科長 是平起平坐的 鄉長強調自己並非反對桃園升格 而是反對原鄉自治公法人地位 因為升格而遭到消滅病吞 期望相關單位可以重視復興鄉的聲音 現在我們要投原復興採訪報導 支持出現 這些情況 可以看到 鬆